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谈论一下浇水 说起浇水,很多朋友会说谁不会浇水 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想把浇水的技巧和要素和大家分享 看看你做对了没有 浇水是在植物生长管理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如果掌握不好,就可能会导致植物过多的水或者过少的水 甚至得病死亡 所以说浇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浇水 那么最佳的浇水时间是early morning 也就是最早的时间,早晨的时候,凌晨 那么或者是晚上 那么晚上没有早晨好 因为晚上这个水分在职业,在树上的时间太久 职业的时间太久 那么早晨和晚上浇水呢 都可以让植物就是在水分的 充分的吸收这些水分 那么另外也不可以在中午浇水 因为中午浇水的话 一是在炎热阳光下 很可能让水分蒸发一部分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水 在这个植业面上面 由于太阳的过热 很快地把水分就变得很热 而烫伤植物的表面 业面 所以说要注意 不可以中午浇水 那么浇水的部位 那么我们不可以浇水从头到脚的这样浇 因为这样浇的话 往往会让这个植物的表面 而叶面 或者是枝叶部分含有较多的水分 而这些长期累积的水分 在这个地方往往会在缝隙之间 会造成一些针菌的产生 而针菌呢 是植物的第一杀手 那么浇水的过程 我们要反复轮流着浇 那么先浇这一片 然后呢 我们再去浇另外一个地方 回过头以后 我们浇完另外一个地方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浇我们这一部分 这样反复轮流的过程 因为这样轮流 就会让第一次浇的部分 渗下去以后 然后我们再继续补充浇水 然后再浇回来 这样会保证我们这个水分 能够抵达根部深处 不要像空中喷水 喷水的过程当中呢 会让很多水分变成水蒸汽 而散布在空气当中 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水 同时呢 你这样浇汁液的话 会让汁液有很多的水分 一些霞缝之间可能很 我们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在根部 靠近根部均匀的浇水 如果不是均匀的浇水的话 就是某一个方 某一个部位这个水分过多 而另一部分水分过少 这样会造成这个根部的生长畸形 而影响了它的这个发育和成长 面积太大 这样也会导致这个根部向横向的发展 而使得这个土地 这个根部过度的发展 而造成植物生长 受到影响 另外我们浇水的时候 也要用这个栏起来 用这个砖或者是用土 这样栏起来 让水分集中在一个中心的部位 而不是这个横躺出去 这样的话 我们不会浪费水 而且也不会让它的根部横向长得太大 所以而纵向的发展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植物生长比较好 比较健康 根部用树皮成杂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mulch 覆盖 这样会保湿 会让水 会让水比较容易透进到土壤里面去 而且会保湿 这样的话 这个周围的水分不会被很快的蒸发 所以这样也是一种保护水分 水分和这个让根部 免于过多的湿水的一种好的办法 好了 今天我们就对浇水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都做对了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资源 然后节约用水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植物茁壮成长 生根开花结果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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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